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今天带来一个夫妻收养九岁女孩,却因此家破人亡的故事。 凯特原本是耶路大学的音乐教师,和画家约翰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就在他们满心欢喜地迎接第三个孩子降生时,却发现胎死腹中。 凯特度过了相当艰难的时光,终日酗酒,甚至丢掉了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和心理疏导,凯特决定领养一个孩子,他和约翰来到当地的一家孤儿院。 约翰注意到了一个不合群的小女孩,埃斯特,他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孤儿院,却在短时间内将英语掌握得很好,并且有着绘画天赋,甚至能动戏来领养孩子的夫妻的心理。 埃斯特的早慧和才华吸引了凯特夫妇,很快便被他们领养。 原本家中的两个孩子分别是大儿子丹尼尔和小女儿麦克斯。 麦克斯听力障碍,平时和人交流,依赖助听器和手语,并擅长读唇语。 是个乐观温柔的小女孩,他对埃斯特的到来表示欢迎。 而埃斯特则为讨好他,提前学习了部分手语。 可丹尼尔对这个新成员很不满意,首先是埃斯特的穿着十分古怪,手腕和脖子上常年绑着缎带,从未见他摘下,且永远穿着样子复古,制作复杂的裙子,完全没有孩子的活泼气息。 另一方面则是他太会讨约和欢心,这让丹尼尔感到父亲的爱被抢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看不惯埃斯特的不止丹尼尔一人,在新学校报道的第一天,他便遭到班里一名叫布兰达的淘气女生的嘲笑。 布兰达甚至故意争夺他真爱的一本《老旧圣经》,导致其完全开业散落一地,还企图扯下埃斯特脖子上的缎带,令埃斯特怀恨在心。 而在周围的孩子到游乐设施中玩耍时,布兰达发现埃斯特总是瞪着自己,可随后对方突然将他从滑梯上推下,导致他骨折。 尽管布兰达一家说明了埃斯特故意伤人,但是目睹了经过的麦克斯选择维护埃斯特,而谎称一切只是意外。 不过这并非埃斯特首次表现他暴力的一面。 在丹尼尔由于顽皮将颜色球打到鸽子身上导致其受伤后,埃斯特带着麦克斯出现,并用石头一下将受伤的鸽子砸死,这令丹尼尔对他极度厌恶。 尽管两个孩子都没有将埃斯特的行为告诉父母,但凯特还是觉察出了他的异常。 这个只有九岁的女孩经常偷窥凯特和约翰轻易的行为,并故意谎称自己不会弹钢琴,让凯特教他弹琴以增进好感。 结合布兰达骨折事件的扑朔迷离,凯特开始向孤儿院询问埃斯特的过往。 孤儿院的修女发现埃斯特过去常常出现在别人受伤的现场,而她的上一任领养家庭全员都死于人为纵火,仅有埃斯特幸存。 修女向凯特承诺会与埃斯特在俄罗斯的孤儿院联系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可她随即失踪,几天后,尸体则在凯特家附近被找到。 凯特怀疑修女的死与埃斯特有关,可约翰极力维护埃斯特并听信了埃斯特说凯特对她态度不佳的谎言。 为了进一步破坏两人关系,埃斯特故意夹断了自己的手臂,谎称是凯特伤害了自己,从而博取约翰的同情。 随后又趁凯特下车时拉动了手杀,将麦克斯留在失控的车中导致她差点死亡。 凯特确信自己之前将车子停好,并认为最近发生的古怪都是埃斯特所为,想将她送走。 但约翰却始终觉得妻子是有意针对埃斯特,不料随后丹尼尔遭遇横祸,从燃烧的树屋中坠落,导致内出血并重伤昏迷。 此时凯特发现,埃斯特的珍藏版神经最后有一个俄罗斯机构的标志,他联系对方后发现那并非孤儿院,而是精神病院。 原来丹尼尔会出现在树屋,是由于麦克斯对她说明了埃斯特杀死修女并企图杀害自己的真相。 丹尼尔为寻找埃斯特的犯罪证据而来到树屋,确证了埃斯特的埋伏。 凯特虽然没有实际证据,但他深知埃斯特是幕后黑手,愤怒不已的他在医院对其动手,却被医疗人员用药物控制住。 坚信埃斯特无辜的约翰则带着两个小女孩回家。 凯特被打了镇静剂后身体不听使唤,却在此时接到一通电话而不得不赶回家。 对方是俄罗斯的那家精神病院,在收到凯特传来的照片后, 通知他埃斯特是一名患有赫尔门紊乱症的33岁成年女性。 她极度暴力,脖子和手腕上都有伤痕,在欺骗一户人家领养她后,引诱养父不成,于是将全家人杀害并纵火逃逸。 凯特急忙联系约翰,却为时已晚,埃斯特引诱约翰不成而将其杀害。 麦克斯也即将遭遇毒手,幸好凯特及时赶到,与这个凶猛的韦罗利展开搏斗,并将其踢入冰湖中。 最终女儿得救,警察也随即赶到,凯特一家的这场噩梦终于完结。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孤儿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喜欢我的亲不要忘记关注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